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尽量把生活重心放到自己身上 情绪低落时也会想不开 但经过朋友的开导谈话 和看到MC解轻生时的报道后 就决定不会再闹轻生了 因为他体会到轻生后 人生都是别人写的故事 而过去的努力也会一起被埋进土里 因此他决定甩掉负面的想法 把怨气化为干净 努力成为别人羡慕的人 而不是被可惜的那个人